歡迎收看中視早安新聞 我是劉佳 先來關心到在高雄大寮 今天凌晨2點多 有一間近百坪的鐵皮屋 傳出火警 由於現場擺放的都是木材等 毅然物質火勢迅速蔓延 一發不可收拾 現場的最新情況 趕快交給記者李宗哲 好 主播畫面上鐵皮屋內 竄出兇猛火車伴隨爆炸聲響 針見濃煙不斷從鐵皮屋外 往上飄竄 針見已經全面陷入火海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消防隊到場拿破壞器具 割開鐵皮屋的大門 從多方涉水搶救 來聽一段稍早訪問 我們從交流到下來 然後就看到 火勢突然望起來 我們是到現場的時候 才看到爆炸的 火警發生在27號凌晨2點多 高雄大寮 鳳林二路上 一間近百坪的鐵皮屋 地點鄰近台88快速道路 路過的民眾 都被這驚人的火勢給嚇到 而根據消防隊說法 現場擺放的都是 太陽能器材和木材 到場時已經全部布置一具 我們人車到達之後 已經進入全面燃燒的狀態 那現場都是鐵皮的建築物 那總共出動了7個分隊 機車40人 那起火原因不明 索性現場沒有人員受困 火勢在一個小時後也撲滅 至於詳細的起火原因 有待進步調整的新 以上最新主播 天啊 待會兒 請坐下 請坐下 tunes 請坐下 請坐下